圣诞至词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问候与祝福 很久很久以前,我化身到地球上,为你们带来神的话语 我的奉献被无数次的附属,并在每年的圣诞节,为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重温 有许多人信仰其他宗教,兼职其他传统,这是他们的权利 因为信仰任何宗教都是一种选择,是认识神的一种方式,这不是强制性的 神对你的爱不需要你给他任何东西作为先决条件,因为他无条件地爱你 无论你信奉什么宗教,有什么信仰,也不论你的性别,种族或阶级 对于那些不信奉宗教的人来说,圣诞节假期除了腾出时间给家人之外,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实 当人们腾出时间与彼此相连,并给予和接受爱,那么他们就是在与造物主的合一中这样做 因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通过他们与神之光的连结而彼此相连 你们都是从光中诞生的,你们死后也将步入光中 你是一条神圣的线,永远与神的本质连在一起,因此你是一个活着的,呼吸着的光之存有 你的内力携带着造物主的粒子 你是一个共同创造者,一个神奇的存有 你在每一个呼吸、念头、言语和行为中都在创造 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个事实,你都永远与神相连 因此,不需要每个人每周去一次敬拜的地方向神祈祷 也不需要任何限制,来获得神的爱或宽恕 我的到来早已成为过去,但我对这个世界的爱,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中 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 因为我的爱存在于你的细胞和低恩爱中 你永远不会与我分离,因为我是宇宙基督意识的一部分 基督意识不是一种宗教表现,也不只代表我在地球上的物质性的存在 相反,基督意识是医院的黄金线 它将所有生命物质联合在一起 它代表着所有生物在万物存在的七个层面结构中 以一种爱、和平、宽容和统一的能量而存在的意图 在地球上,甚至在宇宙中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分离的实体而存在 宇宙中的一切都作为一个整体而相连和统一 因为一切都是自己一个源头 即一切万有的创造者创造出来的 在造物主的能量中 不需要宗教或牺牲言论自由 因为它的爱是无条件的 宇宙中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物品不被神所爱 或与神没有关联 它的爱就是这样 这个圣诞节 如果你感到需要去教堂的话就去吧 但不要出于责任感或义务而去 圣诞节作为对于我的出生的认可而存在 但我不要求任何人来敬拜我 事实上 我宁愿你爱自己 我宁愿你爱自己 崇拜自己 因为这样做的话 你是在爱和敬拜神 地球母亲和每一个生活在其上的人 你给出的爱也就是我的爱 造物主的爱 地球母亲的爱 没有分离 所以 花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吧 要表达出你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同情 尽你所能去慷慨地捐助慈善事业 也请善待环境 无论你身在何处 从内心向世界传播爱与光 这相较于去教堂 会对你自己和周围的人产生十倍的影响 如果任何人在圣诞节所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与所爱的人团聚 对陌生人表示仁慈 或者在幸福 欢乐和爱的振动中与所爱的人共度时光 那么他就会处在基督意识的能量中 这会使他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振动显著提高 如果你能看到这种爱对世界产生的涟漪效应 你会大吃一惊的 感受爱 成为爱 这就是你在圣诞节 和一年中的每一天所需要做的一切 我是约书亚 本约瑟夫 也被称为耶稣